新卡還有新的3C就是在比賽是不能使用的 這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好,開始了,這邊顯示開始了嗎? 我這邊也是他們正在選角 王子這邊用的是小艾吉斯亞 你們台服包在,我看台服S4的比賽 我看到小艾特別少,幾乎見不到 大部分還是以藍體為投稿的一個正義為主 嗯,一選小艾跟小艾體系的BUGS 在台服S4的時候 要嘛是256強一日有 要嘛就是 就是 在BUGS3的時候換掉了 這個,我們國服的話 基本上小艾體系的話 是非常,現在是非常非常有性的 因為這套體系的話,說實話 能應對這套體系的 除了新的卡,比如說魔愛里 還有富里帝這種強力單點的3C 就是新的新卡和新的3C 我們這邊 常常都會說 我們這個叫做 蟒夫陣 太蟒的話都很容易就是 就直接下去了 很容易搬車 嗯,很容易搬車是吧 是的 確實 確實也是 越是到決賽圈 越是到那種接近的旅程 這種毛紅鍋就越來越少 拿了龍王天 我們這張圖 對龍王天的了果策 但是這張圖的話 龍王天 我覺得這張圖 對於狗來講 真的是天選之地圖 而且阿雷斯如果要瞄狗的話 我覺得他所需要的增傷要求很高的 嗯 有增傷也不一定能瞄 對,你說的非常準確 有增傷也不一定能瞄得掉 嗯,是 所以有點懸要 如果阿雷斯打不上這個狗的話 那麼後面就會變得很難打 是的,有點浮啊 有點浮啊 這把的話 阿雷斯本來爆擊狗 概率也不算特別高吧 他這樣選的話 可能是就是想 我可能也就 我打王子 贏的概率不是很高 那麼我乾脆 賭個小概率 把王子的狗秒了 然後再打個收割 也不是不可以 阿總有概率贏王子 那是怎麼想的阿 說不定心想著 只要換掉王子 一隻角色就算是贏阿 那也不至於 那也不至於 那贏還是贏的 如果說能打穿果的話 也不至於 收割點就一個普販 後面全是法式 那這個描狗 然後後面的法式也不好了 拿了個薇拉 薇拉的話還可以 薇拉的話還是蠻 蠻克菲尼的 不過菲尼可以帶一個 治療團者 不過我看台服那邊 女伯伯用的不多嘛 不管是 對 因為女伯伯 他出來的時間 到淘汰賽 其實間隔太短了 再加上女伯伯出來的時候 淘汰賽還沒有禮恩 所以等於說 你們常見的那種 髒水流 Dbuff流 我們那邊不太流行 還是打狗的就是 我看的最多的就是打狗 對 我們這邊土狗單點流 非常的盛行 非常多 大概台服那邊 百分之六七十的 還是土狗流 是吧 是的 而且我們這邊 對於西格瑪兄弟的3C 都非常的有興趣 那麼 那麼那個 我們這邊 那我們這邊 伯伯的話 在閃鬼之後 狗 基本上一開始是必反了 喔對 因為你們打 AOE流的話 都是主打蘭底嗎 是的 主打蘭底 確實 所以說 而且主打蘭底的話 小艾比蘭底更好用 喔對 我 對吧 我非常認同 那麼 所以我們 就 伯伯S的那種 小艾體系 好多好多 包括決賽圈 都能看到那個小艾體系 喔所以你們那邊 會有人 乾脆就直接 捨棄掉蘭底巫師嗎 基本上 有時候 是這麼好的 就是 全蘭底的 那種蘭底的陣地 如果說不是 全蘭狗的話 是 打那個小艾體 是真的 真的不好的 就比如說 右邊這一套 右邊這一套 右邊那套 左邊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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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拔了左套 基本上跟左邊是 沒得打 因為 免沒什麼那種 能單 能單點解決 左邊的一些 AOE的一個 單體的一個卡 對吧 但是 如果說選到小艾的話 左邊手有比 右邊長 選到蘭底巫師 真的沒得打 隨便看他選個 阿雷斯 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 可是 這邊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樹敵 對目前的環境的影響 樹敵 樹敵的話 蠻強的 怎麼這個主要是 這個東西怎麼說呢 比較課主流的一些 比如說 迷奇 比如說 比如說 蒂德 只要是野戰的 所有的野戰 所有的野戰卡 還有的所有的 飛行騎型的 比如說阿雷斯 小雪梨 還有比如說 對手的蘭底巫斯 狗 這些都非常的克制 就走不動路了 全都走不動路了 就是特別克現在的主流卡 如果說那些主流卡 不流行了 那麼樹敵可能也就沒那麼有用了 因為他在針對一些 法師啊 步兵啊 也沒什麼用 不過他還有一點就是 他還克飛行單位 明白嗎 飛行單位是哪些呢 就比如說 波波這種 波波帶魔女啊 還有 王子又出風了 王子慣性出風 這個阿雷斯怎麼搞 這個阿雷斯 開草就要往後走 太難受了 這個 不過他沒有 飛行的話 沒有帶那個被刺 可能能扛 可能能扛 看他怎麼搞 怎麼解決 出了一個 給飛行加了兩個最好的 一個是加血 一個是加速 阿這太難玩了吧 阿這太難玩了吧 你看 三毛教授 你看我 我敗決賽就是面對這樣的對手 你看看 我能明白你的壓力 股份記 我們這邊已經說了 股份記王子 我還沒有介紹我們這邊的CP卡選手 阿對 正好介紹一下嗎 我們這邊CP卡選手的話 他也是一個主播 那他其實他S1的時候並沒有玩巔峰 他是在S2之後才開始上夢幻 這算是一個後浪 他是一個後浪 然後他推前浪的時候 打敗了不少個我們的16強中指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有叫做中指殺手的結成 但是他都沒有讓海哨翻車嗎 得比 沒讓得比翻車 是沒有啦 得比翻車是另外一個男人 哈哈哈哈 他這邊開了十手 他這個 那他是從S2才開始玩巔峰的 已經也算比較晚了 能這麼快就適應這個比賽節奏的話 也挺不容易 而且他S2才開始玩 S2就打到八強嗎 對啊 他他他真的很 就是就是我講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後輩 巧可以的可以的 出到出到幾次巔峰是吧 是有什麼說法 哈哈哈哈 對沒有錯這樣說好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太羨慕了 我們這種都是摸拔滾打那麼長那麼久 才能稍微有點小的才哥 人家出到幾次巔峰上來就拿個八強 太牛了 這個加三來了呀 這被影上來就要操作了呀 到底可不可以扛出呢 還出了一個最好的狀態 還出了一個最好的狀態 是夾血狀態 我們被傷害拉滿 他帶屠龍啊 出暴擊了 因為他還會還會帶一個追傷 那這個狗的話就很難打穿了吧 只能靠波戰爐去打穿了 而且現在有個尷尬的問題就是 普方不用靈彎還殺不了這個飛 要不就是碎手 波波有沒有帶碎我也沒看 女神沒有加攻擊狀態應該也給他 好給了個夢魘還好還好 上來阿雷絲就沒了 太慘了 這阿雷絲 這阿雷絲還是首選的阿雷絲啊 這樣很虧耶 飛影換掉首選阿雷絲 真的很虧 太虧了太虧了 那怎麼辦 這普方 硬吃對手普方一刀 是卡能不能吃住 那這樣子的話 等一下飛影死 飛影陣亡的話 他換加意義動力 是打得到波波的 不過王子這邊的 有句講句啊 王子這邊的細節也是非常好 怎麼說呢 因為女波波她上來能二連動 二連動刷天女頭刷兩下 那麼她等於是提高刷出這個 加三豐的一個概率 她上來一個走位 這個也是跟大家說一下 女波波開場的一個慣用用法 就是先變身 就是想要給加三豐的那個人變身 變身 靠近她變身 然後再開個超絕 或者加個什麼的 就是真 等於二連天女 除加三豐的話 稍微概率高一點 這是我們現在國服一個 女波波開局的一個 慣用的一個手法 那確實也起到了作用 運氣也不錯 兩次刷天井頭的時候 刷出了這個清風 對吧 他剛剛的細節蠻細的 像是女波波 她也是貼著優柱去加給她添 她這個細節操作真的是 有讓我們學到 我們王子這細節嗎 蛋蛋堂這細節 不說了呀 對吧 真的 畢竟三界冠軍 我也不用多介紹了 我想台服觀眾 我以後要多介紹一下我自己 好像都不知道我 但是王子我連來就不要介紹了 沒問題 你不是排在第五場跟第六場嗎 對我排 反正周末吧 到時候找一個 只要是我的對手 按照他的時間來就行了 那樣的話 還可能保住這個飛影 那就很難受了 那完全打不穿這個狗 怎麼辦 波波的睡也用了 而且狗身上肯定是有呼應的 還有可以咬 咬的話 女神也沒了 跟女神走這個位置有點歎實 怎麼說呢 就是如果說不是專業的打狗隊 我們現在國服這樣的小愛體系 在皮皮上 確實優勢很大 真的優勢很大 好飛影還活了 暗術徹底了 那麼飛影也撤吧 沒必要了 撤一下 他還有水手 他也殺 飛影去殺個人也沒必要吧 看看王子貪不貪 他要是按照王子原有的自己的性格 他是絕對不會上的 他真的打比賽亞這首飛影 就往後跑了 看看他會不會浪這一下 真不愧是王子的老戰友 還是選擇上 沙士肯定殺不死了 那就是把飛影給送掉 可能是為了上這個debuff 這個debuff的話 女神可以解 二連動直接解掉就行 或者另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想把飛影送掉 要觸發幽助的天賦 這道也是有可能 我這幽助的話 有的好走 幽助 脫節了至少現在來看是脫節了 這狗應該也不太會上去護衛這個飛影了 因為 護衛的話沒有必要 這完全沒有必要 所以說按照王子 他就是蛋蛋堂 他如果說是真的是打 他這個優勢太大了 他優勢太大 如果說是打的一種 比較重要的比賽的話 他是絕對不會走這一步的 因為狗就算去上去護衛這個飛影的話 也不划算 狗跟自己的後排完全就形成一個脫節狀態了 沒有問題 女神 女神的話 他怎麼還是 還是坐著的呀 這裡的話 感覺好像 史貝卡 有點失誤了吧 飛影 對啊 他為什麼飛影 從第二回合流到現在還是沒有處理 而且波波帶 處理倒是不吉他 關鍵他女神好像還是坐著的狀態 因為他現在女神是沒有移動力的 所以下一回合要被毒死了 而且他波波也是啊 他波波帶魔晶術士 是帶魔晶 所以 他毒來了 前面的水 我也會有一點問題 難受 還是難打 後面那個普範怎麼解決 後面的普範 我現在看到有個小小細節 像你們點能物的時候都會出現 血量的 阿蘇是不是 對 對的 這是你們會稍後會更新的 這個在什麼時候 在樹敵這個版本之後 就馬上會更新了 會有個血量的百分比 主要為什麼呢 是為了方便看 看那個七節 一個是七節 他的一個血量百分比 還有就比如說 尤利亞這種 他們在低於 否則的話你還要去算血量 他到底有沒有低於70% 但一旦有了這個百分比之後 你就很方便的就能 知道你的七節會不會觸發聯動 這個也是很方便的 還有比如說 小兵的一個血量的科技能否觸發 就比如說 藍迪的紅馬 對吧 藍迪的紅馬 他能不能觸發他的科技 也不能說專為七節可以更新吧 像有些小兵是80%血量以上能觸發科技 就比如說天使 飛兵啊 或者說是那個奇兵啊 還有撲兵啊 他們很多科技都是百分發射血量的 根本你可以 他們不光是點一個整體的血量 再點到小兵身上的時候 也會觸發一個小兵科技的 他這個真的很棒 他這個 我覺得他就是很好的設計 這女神 女神這裡輸了呀 掉在毒裡面了 獨死了 獨死 這邊狗福音透上去之後 幽珠的黑靈瓦 基本上沒得打了吧 我感覺從第一個加三開始 這把酒基本上涼了 總是 這沒辦法 不會啦 還有換掉一隻飛影 可以了可以了 不能這麼說不能這麼說 那王子這個加三確實也是比較添血 我們進入第二盤 看看Speka 他的那個 台服的作風 能不能體現在這場比賽裡面 來個五上五下 讓我們 對吧 亮翻我們的雙眼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他知道他 S4那場 五上五下還是六上六下 反正真的是把我看瞎了 把那個海哨針對的不要不要的 不過雖然說 最終還是海哨贏了 對吧 有想法 但是還是輸了 有想法 有想法 那海哨的實力還是一等一的 對吧 又是這個圖 又是這個水圖 那這個水圖的話 王子會不會換二公主上去 水圖 王子是 呃 蛋蛋堂是他是比較喜歡用二公主的 比較偏愛這個抗 這邊的話 妖怪王子到後手 對 那麼打狗體系應該來了了 呃 如果說是針對打狗的話 可能這種雞渣 雞渣 這種慢節奏的 呃 下來比較好 換一手比較 呃 互換的一種卡 比如說 迷奇妹妹或者黑皮也是不錯的 因為感覺到斯維卡還是應該是想打狗的 可是這張圖的話 這個圖對狗又特別有利 看王子怎麼想 到現在剩餘時間那麼多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做決定 啊 直接直接用原來的人物 果然啊 來了個四上四下 先手四上四下 上了一套小愛的體系 那就是要純粹要打狗了 就 就 王子 王子的這個 被打狗的經驗還是很豐富的啊 選了小愛 反而狗 換了一套成單點 那麼這樣這一套的話 感覺確實 斯維卡的 這一套 單點打起來會比王子這邊要舒服一些 因為王子這邊 好多卡都不是一招能收人頭的 比如說 女伯伯 李恩 魔女 波戰盧 吉薩羅夫 這幾張卡都不是 一刀能夠收掉人頭的 斯維卡這邊的卡 他大部分都是能一刀就能收下人頭的 對吧 嗯 那王子的話 比較像是 BANGO打蘭迪的髒水 那這邊的話 還蠻精彩的 是小愛 護馬的陣型 所以說不愧是 台服最強老鷹幣啊 L L Y B 絕對可以 絕對可以 這套絕對有 真的真的用 亮瞎我的雙眼啊 我第一場快速投降 第二場立馬就給你一點言順看看 立馬針對到位 對吧 在還沒有認識CP卡之前 我們根本不知道 L Y B是什麼意思 L Y B 還真 原來是 他是這個名詞的創導人吧 是 可以的 果然 這讓我們見識了 太亮了 BP的話 從博克斯的這套 五上五下來講 CP卡應該是一個 八二開的博克斯 看他能打成 最終選成的話 是幾幾開 光從博克斯的選擇來說 肯定是 史貝卡這邊優勢的話 要比妖怪王子 在這邊強很多 史貝卡這邊全是能 一擊就能單點收掉人頭 而 王子邊的好多卡 都是一個 慢慢 好多卡都是髒水流 比如說 女波波 波戰魯 敵恩 還有基招洛夫 他是一點點打的 在一個互換的一個環節來說 肯定是不如 史貝卡的 針對的非常到了 是吧 而且他這邊的話 Pick也不錯 他這邊選了 優助 BAN掉對面的優助 所以他很明顯就是要去做換的 對 那王子下一首肯定是要選擇蒂德了 但是史貝卡這首蒂德不白 我感覺有點 有待上去啊 對 我覺得 維拉太早BAN了 應該是BAN優助加蒂德 這種反手能力 後手比較強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樣子的話 王子雖然說 髒水流比到多 但是還是選到了兩手後換的卡 還是就是在BP上的話 到目前來看還是 從82開變成了 可能是64開了 這首蒂德如果白掉的話 可能就變成 還是82開 對吧 這邊的話 試選選了 黑肉 我覺得這場地圖 黑肉其實不算好用 如果你覺得怎麼了 呃 還行 還行的 他往上走 上面有四個牆 上面有四個牆 這個黑皮反正做一個壓制手段 他不一定要去殺 殺對手的誰 就是讓對手去強行換他 左邊也是賺的 就比如說 這個黑皮走的位置 讓王子這邊 不得不去換這個黑皮的時候 那麼這個黑皮的價值也能體現得出來 上面那個是有四個那個山地嗎 山地對上面有山地 有山地 可是我們習慣打這張地圖的時候 應該都是在下面開戰 下面那條路 對對對 他肯定是走上面那個做一個 做一個那個 上面的壓 掩護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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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還是選到了黎恩 那麼就是現在這個黎恩不太好處理 黎恩不太好處理 他竟然找找找找點白掉的波波 波波還好吧 波波怎麼說 土飯還是能一拳一個的 黎恩如果練度高的話 像王子這種黎恩 他是勳章的 然後防禦堆得非常非常高 挺難讓普普飯打他這一拳 打上去 真是講不清楚 而且還選擇到雞大老頭 雞大老頭也是一個打這種局 破換局 還是有一點優勢的 因為他那個這個球啊 走到你臉上 破你髒水 沒有代價的 是沒有一個代價的一個破髒水 不像別人 別人的破髒水是要 提升自己的走位 要走到你臉上去破髒水 但其實阿羅夫的他的一個潑髒水的能力 他雖然說潑髒水能力不夠強 但是他的潑髒水能力 是一個相對安全的潑髒水能力 而且招出來的球 你又不得不去 用你的攻擊的頻率去 去做一個互換 是吧 那麼史貝卡還是老樣子 我對他的 我因為我看他比賽 他也是老問我 BP怎麼做 BOX怎麼做 我看到他的比賽好了 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BOX 絕對是 10開或者90開 要嘛80開的 82開的一個BOX 但是你最終 BPBP做 BP鼻子鼻子鼻子 變成了55開 你有沒有覺得是這樣子嗎 那邊的話 說一下 許比卡的一個球 許比卡的話 他在S3的時候有一場 他對手是用了 經濟歸藍底 他在知道這種的藍底情況下 他還是出了優助單點 然後呢 然後就被翻死了 兩場 借連藍底啊 兩場直落 這麼差 是S幾的時候 那是S3的時候 S3的時候 怪物在S3他沒有走遠 原來就是這個原因 對 他就是挑戰了 荊棘骨灰藍底 太慘太慘太慘 這邊的話 有小愛 雙方都有小愛 那麼這個飛影的話 S3應該 第一回 就飛影這個位置 應該稍微小心一點吧 我的第一回合 第一飛影就能打到人了 這張地圖真的 還是比較小心的 還是比較小心的 這張地圖 飛影 帶海怪真的是移動上面這個方便 尋找 還可以的 S3在這個細節還是做得不錯的 至少飛影第一回合是切不到人嗎 加4再加1 切不到 切不到切不到 他都放在第二排 然後維拉是可以送的 維拉可以擋在 給隊友擋入 這個雞渣 選的難受呀 雞渣 這個雞渣是滿月養 球球的流派嗎 嗯 基本上國服的話 大部分還是滿月 經濟比較少 而且這個雞渣很難殺 很難一起避命 像黑皮什麼的 除了普範 基本上 不太可能一刀打死這個 這個記者 1萬17的血 海龍在這個圖 又 血量 又特別高 血量跟那個 防禦什麼的都特別高 看好哪邊 我看好王子這邊 就從地左 我就從地左這一手 王子選到地左這一手 開始我就看好 看好王子這邊 而且後面還選到了 黎恩跟記者 這兩手 真的 三選地躲 難受 真的 滿舒服的 這個地躲 選不到的話 會翻掉 如果說 他這手是翻的普範加地德的話 那就完全兩馬事情了 左邊是被卡 可能就會又是很特別大 其實普範我覺得也可以讓 因為小艾其實 他並不是很怕普範 普範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這個普範槌 觸發 就是滿狀才觸發的時候 一到也是打不死 這個滿力度小艾的 總覺得 就是地的那一手 BP有待商榷 其他都沒什麼問題 博克斯是完全針對的 太針對了這個博克斯 那這樣子的話 必須防兩個人 一個是飛影 一個是地躲 本來只要防飛影 現在兩個都要防 對對對 兩個都要防 就很難受了 地德的話 加速現在沒了 身上有出了個清風 把那個小艾的 小艾的一個移動加速 給抵消掉了 這里恩 沒仔細看他屬性 到時候再仔細看一下他的屬性 不過斯菲卡的這個黑皮 確實非常非常的強 欸 欸他怎麼往前了 往前的話 用黑皮 用迷奇去換飛影 我感覺不是很划算吧 迷奇畢竟是能打完跑回來的人 他肯定是想做個互換嘛 要不就覺得殺不了 還是殺了 兩萬次 這迷奇好像 好像是昏塵之星的迷奇 而且這個黑皮跑上去 能走回來 能走回來 走上面嗎 不划算吧 這樣的話 普範的壓力就太大了 因為普範還要過小艾這個點 黎恩只要被小艾保護著的話 這個普範 打不到黎恩就很難受 畢竟迷奇的話是能過小艾的 因為 因為怎麼說呢 小艾是 小艾是不能魔法破壞的 他直接把迷奇送的話 那麼他這個黎恩 王子芳這邊的黎恩就很舒服很舒服了 這個 這個迷奇交的有待 我 要我的話 我情願是 把黑皮交了 然後用迷奇 保住迷奇 因為迷奇 怎麼說呢 這個踢 黎恩一腳還是沒有問題的 是吧 對啊 而且兩隻健兵 對啊 所以說 這個實在是 這個 而且他踢完還能跑回來 還能白嫖 你黑皮的話 你出去還未必跑得回來 這有點太傷了 太傷了 實在太傷了 總覺得都在 小艾就 這兩場前面都送了不應該 還都說的不應該是吧 那麼第一場沒辦法 第一場確實 加了加三封了 那確實沒辦法 還用了加戰術撤離 這個戰術撤離不該用吧 這個燦 現在這個小艾太強了 普方過不了小艾 這黎恩無敵了 這黎恩無敵了 他只要在小艾的掩護下 沒人拿這個黎恩有辦法 除非這個迷奇 黑皮能強到秒這個黎恩 應該不太會 王子的黎恩 我覺得 獨泰可能會被黑皮一招打死 練度還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邊交了雞雜的三星 是為了觸犯力 這個交了 這個交了好像也沒必要吧 可能想法不一樣 到時候 我去討教一下蛋蛋糖 為什麼這裡 要把蛋蛋給用掉 對吧 我也不了解 我也想討教 再討教一下 到時候問問看為什麼 這裡這裡 可能他有他的原因 我們不是很清楚 要么就是 史別卡對羅恩的這個 黑皮特別自信 確實 他這個黑皮確實 練度太高了 是 520的綠智 然後是怒濤 520的綠智 怒濤黑皮 斬殺線是拉滿的這個黑皮 這樣講的話 所以 等一下那隻黑皮 在鬼人狀態的 黎恩 秒得掉嗎 一般的黎恩 稍微 只要練度不是很高的黎恩 全都能秒掉 然後他在擊殺 可能這個變這個球 也是為了給黎恩 提升屬性 因為黎恩在變身 再觸發鬼人之後 這個黎恩 也是能夠提升自己屬性的嗎 他可能是想提升 加點防禦 加百 他每放一個技能 加百分之四吧 那麼加百分之四 防禦越來越高 那麼現在是817的防 817的防 沒有蘭迪光環 還是確實能秒掉 按照我對羅恩這個黑皮的了解的情況下 這個黑皮是能秒掉黎恩的 不管哪一種小兵嗎 他帶的是古希 古希 其實差不多 古希跟 古希打那個步兵更好一些 然後 飛兵的話用 用奴騎更好一些 那麼這個黎恩 現在就比較 就看 我感覺勝負就看黑皮這一刀了 勝負就看黑皮這一刀 1630 但好像維拉沒有帶加攻擊啊 這個攻擊力不對啊 1630的攻擊力 小艾的 嗯 有小艾的吧 只有小艾的buff 那這樣的話 能不能殺就有一代傷雀了 至少加滿攻擊的情況下 應該是 我記得他打這個800防禦的黎恩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用技能才能觸發劍 好的好的 帶的不是翡翠說不準是吧 他帶的不是翡翠 那可能只能用 急凸了 這為什麼不用翡翠呢 羅羅老師 羅羅老師 教導出來的Svika 怎麼能不用翡翠呢 翡翠要比 壓制射擊強很多很多 而且我們開頭就講了 壓制射擊 只有上面4個3D 普範還有兩回合的變身 怎麼應該可能要拖普範的一個變身回合了 至少在這個為止來講 里人還是很安全 好 要拖了 王子要拖這個變身回合了 開始求穩了 至少也剩最後一回合 啊 果然肯定是要拖了 往後往後走了 那里人至少現在變身 基本上是一個滿狀態的一個狀態 不著急 回合還回合還很多 死了兩個單位的話 這幫就有六回合的一個變身狀態 變身兩回合 變身兩回合 殺誰呢 這不怕能殺到人嗎 可能只能殺到一個 至少洛夫吧 殺至少的話 會把黑莓王用掉 還是沒選擇去殺 那當然肯定是要撤了 完全不著急 完全不著急了 變身越拖越少 哦 那就那 史貝卡這邊 可能也要選擇拖延了 我既然 等下一個普範變身了 看來是應該是這麼想了 那就是第四 王子就往前走 就是第七回合了 啊第七回合 要等很久很久了 那這段時間的話 帝奪就可以發揮了 因為這個這段時間帝奪 甚至可以去殺一個小愛 然後有點 史貝卡的走位有點拖大 小愛 這是肯定是一刀就沒有的 感覺能直接白嫖這個小愛 而且殘局的話 殘局還好 這個雞雀是 就這麼 就這麼脫節了 這時候選擇是什麼意思呢 遊主往後退 然後小愛往前走 欸 這不合適吧這個 這小愛就這樣送啦 這肯定是一刀的啊 沒有懸念的啊 打四萬五萬傷害 是啊 這確實沒有看懂啊 史貝卡是不是蒙了啊 壓力太大 打王子壓力太大 還怎麼回事啊 我來想看看發揮黑皮門的能不能斬殺這個李恩呢 心態崩了心態崩了啊 身上有個家有個增傷 呃 打得到誰看一下 那王子只要步步為營的話 慢慢推上去 保護著李恩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了 而且普範 給了一個加工 現在是1441的一個攻擊力 這個黑皮現在攻擊力已經拉滿了 但是好像還是黑皮應該還是打不到人吧 草地啊 草地沒辦法過他 要草地 那帝朵現在給李恩身上有個草 有那個戰術效果 不可能殺這個李恩了 必須得等 蒂德的一個戰術效果 效果過了之後 才可以才有可能擊殺 李恩現在等於是一個戰術的狀態 還加20%的防禦 給一個那個 給一個傷害 暗龍 看出了什麼buff 上來打的還是很毒 身上一個解魔抗 問題不是很大 但是黑皮的話 小兵 小兵 少了很多 選擇跑 小孩往前走 顧慰著 顧慰著 顧慰著李恩就行了 那下一回合 李恩怎麼樣都能打到人了 這一刀下去應該炸了 小兵 黑皮現在沒有攻擊狀態 有 有 攻擊好像是有的 剛才天女頭給他刷了一個攻擊 但是 選量不滿的話 是不可能殺這個 因為 古希的話現在少了 大概兩到三隻 沒有攻擊了 只有1200攻擊力 那就不可能殺人了 那回合數刷掉了 太涼了 打B3 打三 三局兩勝之的 選擇直接上 看看效果如何 打不死 確實 還被 還被煩死了 直接 直接認輸了 那麼我們 恭喜蛋蛋堂吧 贏了白金家隊雕怪王子 贏了我們 陸服台服交流賽的第一場比賽 然後 李洋的話 他可能會比較晚 他說他要大概接近10點才能回來了 那麼 我們就晚點再聯繫 怎麼說 所以是10點 立揚才會回來 對 差不多 他說要接近10點才回來 我們就 9點半 我們再開始吧 9點半 因為時間也蠻長的 乾 否則就乾了了 你看哪 沒有錯 那所以我們在9點半 再連麥是嗎 對對對 好我們9點半見 毛毛你也是大主播了耶 那我們就來乾聊一下吧 太震驚了啦 這個 這個不像我啊 這個不像我啊